救命 快走 来 殿下 这次你可亲眼瞧见了吧 你最心爱的女人 半夜竟然在屋中藏有别的男人 不是这样的 殿下 此人是被人丢在我们的后院里 我不敢大声叫嚷 怕引起更大的误会 迫不得已才会把人带到这里 准备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 彻查看王府 一定要把人抓住 搜 是 去那边搜 你们去那边 外面发生什么事了 为什么吵闹什么一片 殿下 你信我吗 殿下 你万万不可相信他 他一定是别有图谋的 这个时候啊 还是小心点他为好 现在只有我能救你 如果你出去就是死路一条了 沈将军 你这是干什么 我是奉旨查案 再往前走就是康王府的后院 里面住的全都是女眷 你这样也太失礼了吧 好 仔细搜查 若有反抗 一律以抗旨论处 是 站住 你不能进去 滚 你不能随便找用 殿下他在 这位将军 你深夜闯入想要干什么 摄政王殿下今夜遇刺 卑职奉皇上之命 搜查看王府 你好大胆子 见到殿下 竟不行礼 殿下 谁啊 见过看王殿下 外面那么冷 你怎么穿这么少 卑职奉旨搜查 搜 是 将军啊 将军 这 先生 齐恒 在 他们两个竟敢心动本王的爱妾 把他们俩的眼睛给我挖出来 是 来人 康王 多怪殿下不好 非要留下两位姊妹伺候 这回可让外人笑话了吧 笑话 本王的府邸 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轮得到他人来治 我的床上都已经搜过 你还想怎么样 请殿下恕罪 告诉你的主子 下回 再敢过来搜查的话 我连你那双眼睛 也给他一并挖出来 立马带你的人 给我滚出去 滚 滚 殿下 把那个人带走 是 来人 是 殿下 此事事事急脚 六云分明 滚 是 六云分明 滚 是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殿下 一个月前 有人找到我父亲 花大甲钱 将我从他手中埋下 然后 祥方设法让我进入康王府 就是为了等待今天 我不知道对方是谁 我只知道 他让我在刺客出现的时候 指认殿下 便是谋杀摄政王的主谋 既然如此 你就不应该把这刺客藏起来 更不应该设法帮我隐瞒此事 你应该大声地尖叫 把沈玉叫过来 不是吗 我不能这么做 为什么 殿下以诚待我 我不能背叛你 你说的是真的 殿下肯为我将心爱之物付诸一句 我又为什么不能为殿下赴汤蹈火呢 只要殿下肯把我放在心肩上 我永远都不会背叛你 殿下 殿下 不要相信这个女人 她企图想要接近你 据说还是要害你的 如果不是被发现 他们早就按原计划进行了 殿下怎可将自己的身家性命 全都下注在一个细作身上 如果你是我 你会怎么做 今夜的事都是命 如果我是殿下 自然会除了后患 一个不留 说得好 好脏啊 不要让这些血弄脏了你的脚 殿下 今夜我的确是故意叫他们发现的 既然我决定跟殿下在一起 那殿下的眼睛 心灵 甚至灵魂 都只能有我一个人占有 又怎能有帮人呢 所以 我故意引他们俩发现的 就是要把他们全都赶走 他们都说得对 你就是上天排过来 迷惑我的小妖精